那時候 算是我還剛打輸一點成績的時候 大家其實比較不認識我 姊姊畢竟打滾比較多年了 所以知名度也比較夠的時候 人家就會說 這是白玉珀 然後他說 她就是小馬的妹妹這樣子 然後人家就恍然到 喔 怎麼她是你姊姊 然後他們才會發現說原來是姊妹這樣子 因為我跟姊姊相差五歲 雖然姊姊就一直是領頭啊 我在國小 姊姊可能就已經升上了家族的選手 所以還蠻有趣的是說 以前還甚至一起練球過 我就會覺得這樣 好 公司不分喔 練球也要備念 然後下來還要備念 練不好 晚上吃飯也被臭臉這樣子 你弄這邊 我弄這邊 大家可能都知道我很愛碎念她 對 但是我覺得 有一點像天下不如星啊 只有我走過她可能未來會走的路 就是我能夠給她一些 我的經驗 那甚至是我不好的經驗 甚至是我覺得有更好的方式 可以去幫她 給她一些想法 我已經凹累這麼久了 當然以社交的場合來說 我是比較略勝一籌的 你在打社交球的時候 你必須考量的東西還包含 包含你的搭檔 姐姐喔 就是借戒 然後教練 然後司機 然後魅力 就只有一個妹妹嗎 對 所以不幫她還要幫誰這樣 大概從15年開始準備奧運積分 然後到120確定就是沒有入選奧運的時候 那一年半的狀態 我覺得就是遇到一個很大的瓶頸 在日本訓練的時候 結果在練完洗之後突然發現 就是手怎麼卡卡的 怪怪的 想不到就突然說要開刀 所以就是我接下來這半年的 所有排的比賽 都取消掉了 她其實不太會去做很多的表達 但我覺得陪伴是一個最 好像最頻繁 但是我覺得也是滿有用的 比方說她去開刀 然後可能她要換手術衣 然後要進麻醉室 這時候 對 就是陪伴她做這些事情 我相信她也知道我很感謝她啦 也不會說什麼我愛你之類的 也沒有 就是主要還是希望成績能夠越打越好 其實就是對於給我支持的人 就是一個最大的感謝 像現在很多社群軟體不是都會 每年就可以回顧嗎 今年就到了四年前 這一次就變成自己出征啦 就是身邊已經不再是姐姐一起陪伴我 這樣子 我覺得自己算是給自己取下了一個願望 不只是參加這麼簡單 因為上一次姐姐也是 那個以第二單的身份出發 竟然我就是傳承了這件事情 至少追評 不要給你那個太鬧鬼 對啊 然後甚至希望能夠更好這樣子 對